DT站的A2出口由那邊出來的 這一層就是B一層 入口處就是這個位置 現在上地面那層 這裡有扶手電梯可以上去 一方會商場 這裡就是一方會商場地面那層 先看看一方會商場的外觀 左右兩邊有兩座寫字樓夾著商場 Hello大家好我是Derek 就來新年度了 很冷了 我經常介紹的食物 其實一直都想介紹一些新的樂成商場給大家逛一逛 很多舊式的商場可能大家還熟過我 舊式的我就不想再介紹了 不過今天有一間新的商場 這個一方會 它就在去年12月22日 事業開幕 所以去到現在 大概相隔一個月左右 都是一個位置於南山區 最新的商場 裡面的佔地面積有100萬平方米 那麼大的 我們新年可能都想找一些地方去 就可以試一下來這個新的商場 看看可不可以帶到一些驚喜給大家 今天拍這條影片 希望盡量一片介紹整個商場裡面 所有的店舖 特色 還有一些驚喜給大家 去認識一下 這隻 這隻兔子我真的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不過整個商場都看到它的身影 應該就是它們的吉祥物 事不宜遲 現在就立刻帶大家進去探索一下這間新商場 這一層就是地面那一層 剛才就在地鐵站的扶手電梯上來這裡 現在從地面這一層進入商場 入口處走進來這個商場 就不算是一個很大型的商場 佈局上面 外面 外面會有一個露天的位置 試試走出去 這個位置就有得開Live 音樂會Live 開演場會Busking用 這間商場雖然剛剛落成 不過似乎沒有什麼人去介紹這間商場 可能就 原因的規模可能比較小一點 感覺上都頗密漆漆的 因為它上面周圍都是一些 寫字笼 圍繞著這間商場 都不算是一個比較大的商場 大致上的商場就只有這麼多 湖外露天的廣場這裡有個 舞台被Busking用 估計就應該要下班才會看到那些人表演 喜歡聽音樂的話可以數一數這個二維碼 我現在站的位置就應該是整個商場的中心露天的位置 我先回商場 有點冷 所有商場都會看到的 在樓層的旁邊我們會看到一個 很大的電子屏幕 這個就是一方會的地圖 先了解一下他們的架構 層數上面 他們一共有八層那麼多 最頂的那層 就是天台層 主要購物的地方應該就是 L3 L2 L1 B1 B1開始就會有停車場在這邊 B2開始都有停車場 而最底的兩層 B3 B4 都主要是停車場層 即是說這個商場我們可以走的樓層 包括有 B2到L3這五層 了解完樓層 我們再了解整個商場的架構 我們一出地鐵的時候 我們其實在B1層 地鐵站就在這裡 剛才就是沿著這個位置走過來這裡的 正中間這裡有扶手電梯 還有旁邊這裡也有兩座的扶手電梯 比較像一個A字 一個A字 的設計 地下的這一層 你會看到整個商場的架構 中間就是天井 可以走的範圍就是一個C字形 現在就不如去不同的樓層 和大家探索一下 這間新的一方匯商場 好了 入到商場 不如我們從最頂樓 一直走下來 發掘一些新的商店 給大家認識一下 格局都比較小 樓層與樓層之間 就少了空間 很快就上到第三層 再上一層 很快就上到最頂的一層 L4的一層 有一幅反曬光的牆 好像馬賽克 四樓這裡主要是空地為主 周圍都是一些休憩的地方 看到前面那一套就是 剛才在外面 看上來的吉祥物 靠近兔子 這裡有一間茶樓 花月亭 寫一些浙江菜 從四樓看下去 從樓梯到三樓 其實都是一個休憩的地方 這一層 都是比較多的休憩的地方 這個斜桌或扶手電梯 都可以下去 L2層 前面這裡有一個 Westwood 的餐廳 這一間就是Westwood 的餐廳 可以吃到 牛扒 露天的位置 前面還有一間餐廳 始終這個商場 都比較新 這些商場 這裏 這裏 很多商店都未落成 這間就叫做 中店 都是餐廳食肆 現在我們就進入商場的部分 L3層 營業時間是10點開始的 中店有什麼食 就是這些 中店 中店 整個商場可能太早了 就沒有什麼 餐廳開了 這層就是 這裏也有升降機 還有廁所 L3層有什麼商店 跟大家交付一次 這裏有補習寫 花利辛 Spa 美肌 美容 烏君 餐廳 酒場 專吃炭火 燒料 還有一大間 Spa 準備會開 Kong Spa Home Spa 美岸 普拉提拉 拉筋 很快就已經走了一個圈 由那裏 Restwood 一邊走 很快就走了一個圈 還有很多商店都未真正開業 這裏也是 都未正式投入營業 難道外面這一部分 都是完全未開業的 現在到L2層跟大家探索一下 一到來 一看就知道 一些服裝比較多 包括前面的Niu Baran Cartel Suma 仍然有很多店舖未開始開業 L2層比較多服裝 我們現在瞬時針排一個圈 這個是波斯蘭 飲品呢 就有這個 Melo Melo 這間餐廳我真的不懂得讀它的名字 L'Eau Fri 修飾的餐廳 這間餐廳很漂亮 放了酒樽上去 Happy 又是不懂得讀的 又是很多健康的沙律 酒淚 再走下去 這間就是地球森林 地球森林 看真點 原來是喝咖啡的 咖啡魔盒 鋪得好像熱帶森林 這間餐廳 這間餐廳 這間餐廳有很多古靈精怪的座位 旁邊還有一個叫One Sparrow的餐廳 飲品店 下門是吃鐵板燒的 炭燒 鋼烤 乳鴿 騰騰骨 還有Like Editas 李寧 Enter Liu Barren 又回到這裡 就走了一個圈 走了幾層 感覺上也挺好走 好走的原因是因為小 很容易走完一個圈 感覺上不見得有什麼特色 今天來很多商場都在裝修的狀態 所以暫時都沒有什麼驚喜 而且這個吉祥物 我就覺得 不得意 二樓這層走出外面有一個 巨型的吉祥物 艾森潛海 二樓走出來 就是這個位置 超大的公仔 在這裡 這個商場暫時走下去 給不到什麼驚喜 感覺上 商場很小 很快走完一個圈 設計上面布局 沒什麼特別 都是騰騰跨的 他的手機 可不可以拿走 拿走 還有 很多商店都沒有完全開 特色的商鋪 暫時走到兩層都沒看到 都是餐廳 服裝 現在再加一層 L一層 即是地面那一層 剛才是那個入口進來的 繼續和大家順時針走一個圈 賣錶的 戶外運動手錶 旁邊都是賣錶的 似乎這一層是奢侈品比較多的 這個就像是有優兒教育 叫做 潘潘 還是雜貨店呢 我看到他擺了很多 手作東西 在這裡 AU Plus 這間是賣衣服的 Rio Ha 也是賣衣服的 Wild Now 這個叫做 賣很多野外運動手錶 又是賣衣服的店 這間呢 是賣單車的 這間很有趣的 叫做Yorkhaw 有些很巨大化的公仔 終於找到一間我很熟悉的店 H Natural Hiker 他經常都買他的產品 戶外用品 行山用品也很多 很快就走完一個圈了 現在又下去下一層 就是地下 B一層 就是剛才搭地鐵 走出來那一層 B一層就多衣服 少伯伏 女人的裝束比較多 朝霞 Logo 眼鏡店 少伯伏 煙酒行 白馬茶葉 Nersa Lersa 洛沙爾 自購店又是美妝用品 比較多的 還有Vivo手機 鐵板燒千次 B一這層原來都比較多食肆 有朝好美 麟牛 有張Coupon可以拿 福音記又專吃豬肚雞 這間店應該很出名 我見到超多美團 在裏面拿我買 遇見小麵即將開幕 朝好美 石磨腸粉 這個好正 千次 千次這間是吃鐵板燒的 它日式料理比較高 這一陣子都是飲品店 有瑞人咖啡 Bakery 鴨T 本來北都有 風芳之子 燕窩 洗頭水 香水店 洛海撒Pizza 我也很喜歡吃榴槤Pizza Bakery Spice 萊雪茲茶 外面就是搭地鐵 很快就走了一個圈 這裡有六幅珠寶 周大福 惡視眼鏡 老鳳羊 都是珠寶類 比較童 這裡還有一間很大間的 Vunico 都還未開網 好了 到 B 層 最後一層 下去看看 因為沒有規劃之下 其實你想帶小朋友過來玩 都找不到地方給他玩 比較多賣衣物店 奢侈品店 飲品店 都千篇一律 都不是說有什麼特色 下來都看到雜物社 我這裡做了會員 雜物社很多新年貨買得到 酷樂潮玩 零創優品 科大信飛 AI 學習機 綠島會員店 虎牙洛 這間是很多寵物 應該是給小朋友玩的寵物店 奧家法的按摩椅 傢俬有原始木魚 米諾乖乖寵物生活館 好可愛 這間是洗頭髮的店 這裡竟然有IMAS戲院 新天影院 下夾 有夾公仔店 最後便宜價的食物還有大食袋 好似香港的 所有食肆聚在一起 想不到這間店才是最多人的店 雙燕樓 炸串的店 花腐炸串 黃春雙雞湯飯 手打檸檬茶 善心記煲仔飯 椰力鴉 海南清補糧 海南酸湯 草白醋 麗露烤肉 這間就是黃牛肉 雙芝芝 原來去到中午 人流都不少的 始終都是南山區 很多人來吃飯 應該差不多中午時份了 食肆裡面很多人 整個商場大致和大家走遠 見得最多是賣三個店 又沒有超市 都屬於小型的商場 比來這間有很多選擇 都可能更加好 讓大家參考這段影片 大概知道這間新的商場 有什麼賣 有什麼限 不過這間商場始終是新的商場 走起來都很潔淨 很舒服 還有商場位置最旺的區域 南山區 雖然小 但是人流一定會很多 我相信去到假期 人流一定會很多 始終都是CVD的核心地段 還有看到前後左右 都這麼多寫字樓包圍著 在地理優勢上 人氣就沒得不旺 今天跟大家介紹這間新海商場 叫做一方妹 這套就是它的吉祥物 我看到旁邊還有一間商場 我現在過去看了 一方妹的旁邊 這裡還有一間 吹著煙灘的商場 前往的方法 我們可以在深圳灣過關之後 巴士站會有一條保安區 民旅專線的免費巴士搭 就是靠近巴士站的最右手邊 搭巴士可以直接去到桂灣地鐵站落車 如果坐過了一班車 都不用擔心 可以搭M507路巴士 搭到最近桂灣站的大新小學站落車 再轉地鐵 直接搭到桂灣站 在桂灣站的A出口 向前多走兩步 就會看到一方匯的指示 你看 對 你 會 現在 旁邊 你 打